三號螺絲釘 Colin 今集的三號螺絲釘 你給我找到王嘉儀上來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Colin 我是王嘉儀Sophie Hello 上次見王嘉儀 就是跟趙曾希一齊上來 那時候他就要以監製的身份 而今天你再次上來 就是因為你剛剛出了一個MV 其實這個MV 是我們大家見到的時候 都覺得很impressed 因為跟普通MV 是很大分別的 因為本身跟王嘉儀聊天的時候 就發現其他歌手去想MV 是很不同的 譬如他們想MV 最多就是找回MV導演 去跟他一起去想 以及一起去製作 但你不是的 你問Google 你首先去Google 找一些自己未必認識的單位 但就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合作的火花 其實你唱歌本身已經很實驗性 譬如你會Like阿根 聶 那我就要再次去解釋給你聽 其實Like阿根 就是一個DEMO的名字 然後聶 就是王樂儀 填詞人幫你想的一個派台的名字 整件事真的很實驗性 還有很多可能性可以發生 想這個MV也不例外 不如你自己去講一下 本身量這個MV的時候 你整個過程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MV出來 有這樣的反應 是我很感恩的 因為整件事我覺得是一個奇蹟 我說回一開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是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 是做電影特技的 他就在倫敦做電影 他回到來的時候 他想把這些帶來香港 我覺得Like阿根 這首歌其實可以有很多空間 有很多很奇怪的視覺藝術 或者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 因為這首歌本身 就不是很正統的廣東歌 那我們就上了Google 搜尋 香港 director 真的這三個字 這三個字 我們就搜尋尋尋尋 發封尋尋尋尋尋尋尋 你覺得要找到很划算 才能找到以下一個名字 對 他很經歷萬千辛福 才能找到這個很厲害的人 但我那時也不知道原來是這麼厲害的 其實我覺得我是真的是 死好命的 執導個很好 他本身做電影特技 然後他的行內是否認識一班不同的導演可以介紹給你 但為何要找Google呢? 不是的 因為我的好朋友他在英國回來的 所以他都想找一個他自己夾到的導演 而且他本身在香港又不是很久 所以他不認識很多人 我知道他剛剛回來的 對啦 剛剛回來的 我們就Google search 搜尋了幾個 見了幾次面 每一個其實都是在同一個地點 我們見了幾個都是 他們通常都會問一些問題 其實你想怎樣的?你這個MV是什麼時候出? 你要怎樣做的?你有什麼人去Backup你? 這些很多技術性的問題 但我又覺得我這個project 其實都是一個實驗性的東西 又沒有什麼框框 我就覺得我應該找一個他們本身很有想法的人 跟我一起去撞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只是懂音樂 又不懂任何視覺、拍攝的東西 我就覺得找一個可以聊天 可以天晚上行空去想像一些東西的人 才是我最想達到的目的 其實我在每一個project的合作 我的想法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就第三個 就找到以下這個人物 就叫做張蚊 Irving 回到三個羅斯釘 今集繼續讓我找到王嘉儀 和MV導演張蚊在這裡 Hello,張蚊你好 Hello,我是張蚊 張蚊本身是做電影的 其實是做了很多年 剛才跟你聊天就知道 原來你14歲就已經入行 即是入了你的電影行業裡面 那時候是同工的身分,對吧 是,沒有工資 也是去玩一下 放暑假回香港 做茶水、做攝影機 如果現在當大家用王嘉儀的一套 就是Google search 張蚊這個名字 大家就會看到它是殭屍的美術指導 前兩年也拿了一個 最佳美術指導的提名 譬如本身王嘉儀找了很多不同的導演 那時候想找導演 然後你找了幾個 出來見了幾個 我就是找了三個 其實我發電郵就一定不止的 通常有些人看到這樣的電郵 就以為是白狀 就不會理會我 那真的要很有緣 我覺得 那我找了三四個 那其實我都是上網看他們自己本身 他們行內叫做Show Reel 就是將自己的作品剪輯成一個錄像 那就放上Vimeo畫 YouTube 通常Vimeo 那就是高清一點 那我們就看 那看完之後覺得那個 感覺 其實我都是憑感覺的人多 那我憑感覺 我覺得這個很棒、很漂亮 那我就會很想跟他一起試一下 創新 那我看到張文 為什麼我會覺得他很... 就是我自己很仰慕 就是因為他第一次來 已經是給我自己的作品看 然後很多他自己的過往 故事 所有事情他都會很沒有保留地說他的想法 那即是他第一次聽我的歌 然後他就說 哇!想不到你寫這樣的歌 那我就覺得 哇!這個人也挺有趣的 就是他直接都在很多面子 就會說很多他心底的說話 還有他自己... 我第一次見他 我不知道他的故事是怎樣 但我已經覺得他是一個有經歷的人 那... 再加上我好朋友在倫敦來呢 他們兩個就很合 因為他之前... 就是我聽他說而已 他之前在倫敦有讀 art那些東西 那所以... 令到我覺得這件事對於我來說 是好像... 就是一個新的體驗 就是我賺了很多我自己平時 在我的朋友圈啊 或者做音樂圈裡面 我不會接觸到這些這樣的... 質感的人 是 因為譬如剛剛王嘉儀所說的一些經歷 我都剛剛經歷過 因為剛剛見到阿蚊 然後在我們開麥克風之前 就已經是... 聊了一論天 是聊到我們 其實這個訪問是不是已經結束了 已經很禮定 其實那時候還沒開始 都仍然在聊著 我想你們第一次見面 在咖啡店裡面 就是這一種感覺 譬如當張蚊剛剛見王嘉儀 聽到他這首歌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是什麼呢 對於這一個女生 因為我第一眼看到他 或者他說話 我都感覺他年紀很小 那... 他的歌和那個情感 他自己作的 有很多情感 還有好像很有經歷的人 那我就好奇 我就... 立刻問他 你因為什麼死這首歌 那... 好像平時我收到劇本一樣 我一定... 第一件事我要... 論了那個劇本 我要自己進入了那個世界 那我進不到他的世界 我沒有辦法去創作那個世界的東西 那...所以我就了解他 究竟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現在不如就把那個畫面重演 那當張蚊問你... 很久了 對... 那時候為什麼要寫這首歌呢 那你那時候寫這首歌的原因是什麼 我直接跟他說 我說那時候跟一個男生有些曖昧 然後... 我對於一個男生的軟弱 我是很...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女生有一種沒有愛 這樣說我有點嘔心 但是我就覺得... 想保護... 怎樣啊 早熟 早熟 但是我就覺得一個男生 願意把他的傷口給你看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浪漫的 因為... 一些傷口通常是一些你要很信任的人 又或者是... 他的傷口其實是... 只是給你看的 那你就會覺得很特別 嗯 就是覺得自己很特別 還有這些是連接大家的一些moment 我覺得分享傷口 那所以...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是... 我看到一個男生流眼淚 那他的眼淚呢 就好像一個... 槍擊那樣 Shoot me like a gun 那我就寫了like a gun這首歌 那其實那一天呢 他聽完之後 他就立刻有他自己 他說 我之前做夢就想起 一個男生流眼淚 就是我們開始一聊 我們很少會聊一些說 我們要怎樣... 這個MV要最多hit rate 我們怎樣可以... 你想拍些什麼 或者你公司想拍些什麼 他不是這樣說的 他是... 哦...那你這首歌 是這樣激發他的想法 那我就覺得 那樣東西... 那個... 令我得著很多 因為我覺得... 原來那個人是這樣看我這個故事 這樣看我這些音樂的 那我就... 令到我就... 嘩...很棒 我很想跟這個人合作 是 還有這些... 真的叫純創作 其實現在外面很多事情 都不是叫純創作 就是你有很多不同的考慮 就是... 例如... 然後... 市場上面的考慮 你那幫聽眾群的考慮 那這個... 那這個... 即是好... 張文現在譬讀Master的時候 就是應付一些... 功課上面 就是真的純創作上面 一些藝術的角度去做這件事 其實fine art就是這樣 fine art就是... 不需要考慮任何因素 而... 去將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用我的medium去表達出來 那... 因為我自己fine art底呢 那... 所以我做電影都是...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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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用很多我自己的感受 和我對那件事... 即是... 好像演戲一樣的 我會自己... 入了很多個角色 然後... 即使我做造型吧 我買衣服給那個演員 我都要很熟悉那個人 即是熟悉到... 那你家旁身邊 你... 你男朋友 女朋友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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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到那件衣服 你就會知道是屬於他的東西 即是你要熟悉到這樣 所以我做任何創作 例如啊... 做景啦... 即是美術啦 那我去... 整一間屋給那個人 那我都要很熟悉這個人 我才知道這個人 他會... 在那間屋裡做些什麼 擺些什麼 那... 我現在做MV不是電影的 但我還是用同一個模式 我覺得是可以的 而且還是挺好玩的 我會撲空來全身像鳥飛 胃下的傷口在古地 而我已有準備 從那麼起失去一切跟你比喻起 無法讓眼淚放任跌下去 變渴下去如愛上那星明 明知該退去苦澀的 卻在未來不會你 還越追你 明明分力增開心同的 仍然繼續回頭不退避 嗅你滋味 聞過臉黑眼眉 忘記又有種氣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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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麼起 一個走我的世紀 我都想像鳥飛 為下的傷口在古地 我都想像鳥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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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那種經常會聊天 但我覺得有種連接 第一次見面是把自己的藝術給我看 嗯 但他又不是要硬銷 他真是真心想讓你看 分享 我覺得這個很棒 是我自己夢寐以求的合作模式 然後你們上次談完一段時間 譬如當王嘉儀說完 首歌本身怎樣作出來呢 本身張文是不是一來 就已經是MV出來的畫面 還是其實都已經有很多畫面飄過在腦裡 最終選了這個方法去呈 都是慢慢地發展出來的 很多東西逐步 例如一來他第一次見我 就說因為男生的一滴眼淚令他想死 沒錯 眼淚這個詞是... 死了 是入腦袋的 眼淚一直在我的頭 究竟那滴是什麼 因為我之前也看過一個藝術家的作品 他是專門找一些顯微鏡去看眼淚 原來他發現 不同的開心流出的眼淚和傷心流出的眼淚 離開一個人流出的眼淚 他一直在顯微鏡去看 都是不同的圖案 嘩 這個是誰知道答案那本書 都是在講類似的 哦 是啊 都很有趣的 最有趣的是他顯微鏡看好像地圖一樣 而那些圖案是很大分別 我之前也挺喜歡那個藝術家 所以他一直講完眼淚 我又不斷想這件事 還有因為我們那個朋友Mac 他做CG 做電腦特技 嘩 很難得一個導演 可以有人支持這方面的東西 而且他是很專業的 做那些外國電影 都是A級的電影曾經做過 所以我覺得有這樣的團隊撞起來 是很難得的事 那我要好好利用 所以我就 因為我自己小時候也做過半年電腦特技 我知道有多困難去做一個液體 或者最難的液體 火這些 element是最難做得好 最難做得真 還有動作是很難 但是我就很想試一下 所以就開始一滴眼淚 去發展這個音樂 那之後 例如 那個 為什麼會有一個海 是粉紅色的 為什麼它會浸在那個地方 都是因為那滴眼淚 我只想到它去避開那滴眼淚 而那滴眼淚不斷 就是好像愛情 就是一個 in love 的人 不斷被愛情折磨的時候 你又很想碰到它 但是又很想逃避 那種掙扎 還有整個MV最重點就是 你自己以為整個世界都是衣滴眼淚的 以為你一直在追尋 但是外面的人看你 你是好像一個精神病人 自己和自己玩 那這件事我想我們最想表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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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冰的戒绽 谋法爱的作弄 一个转出空洞 我是时间 你是破的挂钟 太愉快 变多被离开的心酸 太习惯 变继续从你这心软 毛发跳出黑洞 一个痛得颠动 我是融化的雪 你是下跪的风云 沉下去迷远 沉下安石村 听不到鬼怨 最终你旋转 心眼泪好酸 都不要攀上这手船 好弱 逐秒下风 逐秒怨恋 只要跟你走不远 从不怕呼吸 回转 太愉快 变多被离开的心酸 太习惯 太习惯 便继续从你这心软 我发跳出黑洞 心最痛得颠动 心最痛得颠动 听不到鬼怨恋 最终你旋软 心眼泪好酸 即使再掌描 即使再掌描 即使再掌扎也不远 好我 逐秒下方 逐秒眷暖 只要跟你走不远 平时都光线太短 虽然这件事是很沉澜 对周园花来说 可能仍是一种紫金堕落 但原来好多人都是很喜欢 胡帝等你 我情愿 作为一个美术指导 拜年的时候 被人问得最多几条问题 会不会就是 其实你这份工做什么的 我会跟他说 令到他们更加 confused 我说我是制造空气的 我是空气制造的 他是电影僵尸的美术指导 最近第一次由电影的世界 来到MV的世界 包含王嘉宜 制作了Like A Gun 这首歌其实可以有很多空间 有很多很奇怪的视角艺术 我们的工作是令到电影院里面的观众 闻到现场的空气 A Gun 今天是三号罗斯钉 除了是章品之外 也有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叫什麼名字 說實話 到電影特技那樣 他有個化名叫Film League 他專門做後期製作 你看到那些粉紅色液體 或者一些特別的閃下閃下 然後那些海裡變了粉紅色 這些其實都是後期製作 但是我們的想法 其實我們是坐在一起去談 還有我們終止就是 我們在創作的時候 去想一些很變態很不可能的東西 我們先想了 到底怎樣去做出來 我們應該是secondary的東西 我們不會被那些東西限制 所以永遠都是 先試了先 剛剛張文都說 譬如做電腦特技 水是最難去玩的 我想這件事 坐在YouTube前面的觀眾 他們不會知道 究竟一滴眼淚 或者一滴水 你要怎樣將它玩 在中間算過多少數 以及有多少過程 我想有些多戲問你們兩個才知道 因為其實我有看著Film League做的 是 那這件事其實是說 可能一個星期才做到那幾秒 兩秒的movement 兩秒 對 兩秒的movement 因為你的movement 其實現在在MV看不到 其實就是拍攝的時候 其實我自然做一個movement來做榴槤 你會看到那個白色的幕後面有很多黑色一點點的膠紙 那些其實就是用來track 就是track你追蹤你那個動作 使你那些水跟你的人的動作 其實是會感覺上是同一個空間 或者是同一個時間發生 那這些其實是電腦或者人要懂得有這個技術去計算 那你做完之後 有一個程序就叫做rendering 那就是將它由電腦化成一個真正的成品出來 那這個又需要很多時間 等電腦運行啊 那這些東西就可能觀眾未必留意到 但其實去做完這件事 有這個機會去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香港的MV其實都可以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都很好啊 是 當然好啦 我們看都看都開心啦 那但是譬如這樣的機會 是不是在香港一直見到很少 就是整個MV界其實都已經是很少可見到 你們之前應該沒有什麼類似 可能因為我自己本身做開電影 我又對影像有一個追求 因為我自己很著緊Color Grading 那當然 有成為一個遇到Color Grading 對 還有我每一個鏡頭 每一部份的顏色 我都很執著要哪一種顏色 而我跟Mathieu兩個人就坐在那裡執著 是 原來就是Mathieu 對 不好意思 原來就是Mathieu 抱歉 原來就是Mathieu 所以其實拍完之後 他幫我剪完 剪片之後我們也會再看要調整 那裡也好像弄了一個多兩個星期 其實我第一次見張蚊是說上年的7月尾 我們由那時候 因為 大製作 半年 對 但我覺得那個時間 其實因為 本身我們各自都有全面的工作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抽個時間 盡量把這件事做到最好 然後開會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去運用我們剩下的free time 去投入這件事 例如練腦特技的東西 其實拍完之後才弄 例如張蚊之前的一些預備功夫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畫了storyboard 是啊 我們有了short list 就連當電影那樣做 因為其實很漫長 頭一兩個月我們真的聊 然後我們喝東西 然後亂說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之後就開始畫storyboard 然後就開始 咦要什麼人 要什麼人 需要什麼程序 然後才去到說 我們mark了出來 去哪些地點 然後就再找CAMMAN 看景 其實很多事情做 然後就拍實際的東西 既然拍完之後又要剪 剪完之後要grade grade之後你要fix死了 整個長短之後就交去matthew外國的朋友做CG 還要去外國 是啊 因為他倫敦來嘛 倫敦 是啊 是啊 因為倫敦那個scene 就是他很多外國的朋友會 我解釋一下電腦特技是什麼 電腦特技 就是任何CG shot 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的 那個work load太大 因為你首先要modeling 就是你要畫了水出來 那個型是怎樣 然後你就要去 想一下那個水你想它怎樣動 而你要去做很多所謂的計數 令到它的movement是怎樣 你可以是動得很快 可以動得很慢 可以動得福度很大 可以動得很少 這個也是要我和Matthew去混合 然後下一步就是去做Texture 你想那滴水的質地是怎樣 你想它是粗一點還是滑一點 還是它中間是透明一點 還是它會 我那時候要求是要milky 我想它是暈眩一點 然後你就再做色 因為你做了 因為我們也有七個CG shot 對 加一加賣賣 我想我們最後減少了一點 因為實際時間 因為我們一直在實驗 所以時間上真的無法做這麼多 我們最後好像剪了五個 剪了很多 對 那將蚊這樣說完之後 其實你已經用了過年兩個月做這些 那你做完這些之後 你還要再去將它... 其實Matthew的特場 就是將... 那些叫什麼專場 專場那些 你不要經常把他的私人東西拿出來說 真的慘了 我不會說 專場... 專場... 我先冷靜 專... 對啦不要太興奮了 Xpertise 專場就是將... 那些人做了這些東西 合成 就是將一些composition 就好像我們音樂我們叫mixing 就是將不同layer的聲音 放在同一個layer 我想visual 這個就是最後的step 弄完這些之後 再tune所有色 對 它解釋好一點 很多專家 composition是你做電腦特技最後rendering的一個步驟 就是它要將它做的特技 例如今次是滴水 它要將它打燈 令到這個東西 那個燈光的陰影各樣 是配合他和Sophie 真實的現場的燈光 就是要用來做的一件事 是的 他們要夾起來 似在同一個空間 因為太陽從這邊來 那你一定是大家 就是Sophie的臉 臉向這邊 那滴水那邊都應該是有光 那才會看上去像是真實 這個lighting之後就被它吸收了 那吸收完就是將那些CG 和它的人 和我們可能背景 還要抹走那些trackmark 那些再加起來 變成真實的一個畫面 其實我們剛剛就這樣說 整個過程都已經講了二十多分鐘 當然做的過程又更加長 可能幾個月的時間 其實就這樣聽 我都覺得這件事是超級大的製作 正常 當訪問MV或看了MV的時候 是不會想像到這件事 原來可以變成這樣 其實這件事都是 因為很多問題 例如預算問題 時間上的問題 都是不容許這件事發生 那這次其實有這件事發生 是因為你的誠意打動了 那麼多個不同的單位 我喜歡她的歌曲 香港又很難得有一個低音這麼棒的女歌手 其實那個時間很有趣 剛好那一期我自己有很多想法 又想拍出來 那我就唯有用整間公司的人力資源去支持她 因為真的大部份的Crew 大家都是很為這件事 很想做一個很好的 很特別一點的MV 那沒有我接下來 可能將來都是互相幫回大家的手 我覺得香港這樣有火有心的人 是不多的 還有我們最後出來都是開心的 然後如果我們繼續再互相幫大家 可能下次到她幫我拍我的電影 或者到她幫我做配樂 或者另外攝影師又可以我幫她做美術 很多這樣的交往 我覺得是很健康的 還有最難得第一次出來聊天 都已經覺得大家是同一種人 然後大家合作後就會覺得 整件事是smooth很多的 有時候大家就可以上到王嘉儀的Facebook 看回MV 究竟那些剛剛所說的CG 或者一些大家用過的心血 是怎樣建立出來的 MV MV 如果可不感到增加起来 买了不一万斗增幅我的根 吸入口气想想把你吞 有些浪漫想引就买掉灵魂 如果凶狠到狠不了心 还等你一次勾勒满点关 吸你手唱我臭不了心 敢做猎物还是太棒 来的狗 如说你来的狗 如说你来的狗 终着不离败架 愿若有终残忍 我无法抵抗命运 和你合陈 我能强韵似天分 作出起三夜 如果可不感到增加起来 跳过一万斗争抚摸隔根 听不口气想想把你吞 有些恶梦想引就买掉灵魂 如果可跟你奋不顾身 穿过天国涌云准你放任 走进冰川也不必挑生 感情感做猎物还是有限 来的狗 来的狗 你寻找我来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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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3号罗斯丁 今集继续被我找到 王嘉宜和MV导演 张蚊在这里 这个时候又可以再问 再问多点 因为很难得可以找到 一个美术指导 上来讲一个MV 因为本身现在我们看到的 一些MV 其实已经是没有了这一部分 很多都已经是 因为很多不同的问题 是没有美术指导这一部分 我想因为他们始终时间限制 或者过路都比较一样 很难说用一个全新的模式去做 但我又觉得MV不应该被定型做 MV就是等于一定要这样一个公式化 我觉得我当一个project去做的时候 那个可以发挥的东西 或者张蚊可以input的东西 就会多很多很多倍 是 还有刚刚过完新年 张蚊也是被人问的那些问题 其实你是做什么的呢 哈哈哈哈 美术指导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你的亲戚一定问的嘛 问了很多年继续问 是吗 是是 我会跟他讲 令到他们更加confused 我说我是制造空气的 空气制造员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个偶像 他也是这行全世界的前辈 就是香港最劲的那位美智 姓张的呢 嗯 我曾经跟他剪片 然后我有部电影可以跟他间接合作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段说话 我一生都会记得的 他就是说 我们的工作是 哎呦 很有思义的感动 没有感动 他说我们的工作是 令到电影院里面的观众 闻到现场的空气 哇 哇 真的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这句说话 其实我一直都会去 和我现在帮助我的助手 和他们解釋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因为我自己 就是当年我做僵尸 那我到到在戏院 我第一次看僵尸 你是会有一些位置 你会闭气的嘛 因为僵尸嘛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观众 你投入了戏里面 你是突然间觉得 你自己的真度好像在你面前 所以你会很自然的身体 告诉你 你不可以呼吸 所以我一直拿着一个宗旨 去做每一个景 和每一个气氛 简单来说 其实未知就是 一部电影 你见到的任何的死物 都关你了 那服装指导 就是任何人都关你了 就是想生的 碰到人的东西 都关你了 就是这样 因为刚刚和张蚊聊天的时候 我知道你十四岁 已经在电影行里面 打滚了 那时候是进去当玩 因为姐姐是做电影的 监制 所以那时候什么崗位 都已经接触过 譬如茶水 没有空间 那你就做茶水 其实接触过很多不同的单位 最终找了美术指导 这个崗位出来 为什么呢 那我大学 在伦敦 是讀fine art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想过 回香港 我都在那边生活了十多年 还有fine art 那时候我小时候 觉得香港是一个art desert 基本上没有这种东西 我可能有很多画的买卖 就是卖到钱的就是艺术 到我差不多毕业 想着在那边继续读master 或者继续发展我做artist的事业 那我家人就有病 那我就回来 然后就很自然就做了电影 因为家人 你不是做什么 你读fine art 回来 难道在街上卖艺吗 就开始了 开始了 最初我是先做电脑特技的 因为我那时候都对这方面有兴趣 就是做了半年 做了半年 对了 但是那半年每天 就十八个小时坐在一间黑黑黑的房间 等Render 以及对着电脑 然后我旁边有个同事 就进了心血自助堡 因为手变了紫色 因为他sir在按control的按钮 按得多 然后后面另一个男生就爆肺 因为没有做运动 很恐怖 我自己其实受不了坐在一个空间这么久 就是我喜欢到处走 和喜欢創作多一点 那时候很快我就出去 就试试做服做美 因为其实中学的时候 放暑假回港 都继续上去 帮帮一些未知 可能画画之类 所以就很快就 对了 有时做作服 有时做作美 一直做上去 哇 小时觉得香港人是艺术沙漠 到现在呢 到现在有没有改观 突然仍然是 有这种感觉 现在可能因为我自己刻意 我又读中Master Fine Art 我接触多了香港做艺术的人 是好一点的 不过 还有 其实可能也是 是不是呢 我觉得香港也是很少的 就是 我也期望它在那个 九龙 那个M Plus 那里是多一个空间做 contemporary art 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呢 就是想有一个空间 例如好像 每个城市都有类似 无论我们做广东歌也好 或是电影也好 其实是一直有人在不断努力 但也有人一直在说 他快要死了 譬如电影也是这样 电影也是不断 被人不在平 他快要死了 那些 仍然是一班人在不断努力 我想是需要政府多些支持 可能多些空间给你创作 工厂大厦 其实是很好的空间 给你做很多creative的东西 就是有 我见到一些舞台剧的朋友 他们在那里排戏 练舞 其实大家做的东西很健康 很正面 但是偏偏他们不断被人赶紧 这些是很奇怪的问题 应该 不过没什么 不知道 我想真的没什么用 怎么说 其实都不用他们怎么帮忙 是他们不要 不要说 加一只脚 再踩一脚 都已经算是很好的 这次王嘉宜和张蚊合作了一个MV 其实王嘉宜将来都会有不同的MV出 亦都是找了不同的朋友 即是有不断Google 找很多不同的朋友去帮忙 那将来又是继续会忙电影的东西 其实这次拍完MV之后都会发现 其实都有兴趣拍下音乐上的MV的东西 我会继续很想拍多些音乐的MV 我想令到MV 多些感情在里面 令到可能香港观众 看MV 不只是唱K 有些画面很漂亮 不只是很漂亮 而是看完他会想东西 他会思考 原来这些画面 令到他想起他自己人生的火梯 即是好像Final Arts 你看一个画面很自然 会令到别人想起 那这个我就想做的 即是希望会成功 但是 可能 我想其实观众很多都很好 很擅长的 他们就是 你给什么去看 是啊 我自己都觉得 可能他说这个是MV或者电影 但我觉得音乐也是 虽然他们未必懂得 即观众未必懂得去说 你这里用了什么 你这里用了多少时间 你用什么方式去演绎 他未必懂得去品评 或者用一些很技术性的东西去说 但其实他们感觉到 因为我觉得 你如果很用心去做一件事 很用心将自己 一些生命的片段 去灌注到作品上 其实他们一定会感觉到 因为大家都有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音乐 或者是阿蚊在做的行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基本的 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你要出来做一个作品 给别人听 其实这个就是基本 可能大家未必 认识 但其实会感觉到 想望你嘴面 只求非问一个 有一滴眼祸 眉头有张心处所 可惜至你醉汗的 知道得太清楚 发现你海耳蒙太多 No You got me mad now You got me mad now 你不顾我感受 我不放弃追追 You got me mad now You got me mad now You got me mad now 你雙眼要享受 真好又太多手 和女神努力不斗 空琴要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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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想切磋 美麗卖弄得过来 没有电视 你不顾我感受 我不放棄再走 You've got me mad now You've got me mad now 那不觉意挑逗 愿我用你的手 就当是我未看透 很强要足够 Oh 终于都想起 还有一种快乐 是我做到 Oh 终于都知道 还有一些渴求 有时我未曾希望 夸张曲线组成漫歌 男神将你错失太多 心的知觉别封锁 You've got me mad now You've got me mad now 你不顾我感受 我不放棄再走 You've got me mad now You've got me mad now 那不觉意挑逗 愿我人类的走 就当是我未看透 浮浸浸浸浸浸 You've got me mad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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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you, you Oh, you've got me mad now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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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And you got me mad now See you got me mad now You got me mad now Hey you got me mad now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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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Hey 膚淺檔探討 今天謝謝王嘉儀和張蚊 當看完這個訪問又可以上網提回MV 最發現每一分每一秒的背後 都是這麼珍貴